香蕉蜥 我们吃香蕉都不知道有蜴 艳阳下张班长详细介绍香蕉的种植环境 他是农民也是导游 专门介绍香蕉 打赤脚是他的特色 草根味浓厚 有人说他不修蝙蝠很像街友 张班长笑笑 不是不按干净 因为这香蕉会流汁液 站在衣服上洗不掉 久而久之 这一身随性打扮 也让游客习惯了 因为常接待日本客人 现在连简单的日文介绍都会了 身为娇农 五六年前在旅行社牵线下开始导览 人头计费 光去年接待超过200团 收入近20万元 不无小补 直接带游客走进香蕉园 近距离认识台湾香蕉 赤脚班长走出自己的导游风格 记者梁嘉文高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